我当时只是觉得你哥心情不好 想安慰一下他 你就凭这个 就断定是我害了你哥 不是 还有这个 这是谁拍的 我怎么没有印象 我觉得 应该是那天有摄影师 恰巧拍到了 然后被我哥看到了 他就买了回来 那座桥上确实有很多卖照片 是 所以我才一直觉得 你是我哥当年的女朋友嘛 所有证据 这不就对上了吗 这也太巧了 也许这一切 都是你俩最好的安排 别说了 别说了 我确实也没有想到 我哥他从那么早开始 就已经想不开了 是你给了他最后一次希望 你说你也真是的 再怎么情有可原 你也不能一直骗我吧 我 这事赖我 我出的主意 不好 一人做事一人当 白嫂 我今天正式跟你道歉 我真的错了 事实上 整个过程当中 我保证 少皇根本没有做 任何伤害你的事 而且到最后 最痛苦的也是少皇 白嫂 我确实是没有 好了 我知道了 只是魏高阳那里 迟早要疼了 是 现在当务之急 我们应该要找出 更加有力的证据才行 或许这里能找到些什么 小心 挂这儿 好呀 我记得当时你哥 一直眺望的地方 好像就是这座墙 是 也许这儿对他来说 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吧 童心锁 童心锁 赶紧找找 找到了 我看看 居然会是他 他很爱吃 吃东西的时候 像个可爱的小兔子 他爱喝牛奶 每次都会留一圈 可爱的白猴子 这老头子怎么又这样 这又想再造一个继承人了 哥 你听说了吗 他要娶的那个卫秘书 跟哥 你的年纪差不多大 如果你真的爱他 就应该放下你在这儿的手 你不懂得